Hello 诸位 这个台湾人经常讲包瓜包瓜 对吧 这个这次呢 我们那个没让台湾人包瓜 我们这次台湾的空军啊 经过号被我们的人民解放军空军被包夹了啊 这次不是包瓜而是包夹 这个新闻是怎么回事呢 19号解放军19架战斗机越过所谓的海峡中线啊 现在已经没有中线了啊 台军紧急派出台中清泉岗基地第三战术战斗机连队的 经国号IDF战机进行广播驱离 不料啊 途中其中一组遭到六架解放军战机包夹 看到没 这次我们包夹你了啊 这次你也包瓜不了了 这个台中方向啊 应该是歼10或者歼11战机 但是台湾媒体认为这次是歼16战机啊 六架歼16战机包夹了台湾空军的上来驱离共军空军的IDF经国号 搞笑了吧 那么台军飞行教官叫于浩伟在接受采访的时候表示 IDF通过立体的动作 这些动作包括叫滚筒 滚筒大家知道吧 就是那个飞机啊 战斗机啊 从上到下是吧 露肚皮 然后再翻过来啊 360度 还有一个叫悠悠 这个悠悠就不知道什么意思了啊 台湾人经常这个发明一些比较搞笑的啊 很娘炮啊 通过悠悠来变动变化这个动位能 这位教官认为 处于中空大概在5000米左右的解放军军机 是为了摆脱台军这个地面导弹部队才采用了包夹IDF的动作 因为台军的地面导弹部队在解放军军机与台机这个近距离接触时不敢开火啊 避免炸弹这个碎片伤及自己的飞机 不过于浩伟也认为台军动用了待命的飞机来进行紧急升空 来做了一个战力的衔接 这就搞笑了 对吧 这非常搞笑 他说这个解放军之所以有6架战斗机包夹了这个IDF经国号 是因为解放军害怕台湾的这个地空导弹部队发射地空导弹啊 打解放军的战机 所以解放军战机呢 就把这个台湾的这个经国号啊 夹在中间 那意思就是说你打吧 对不对 你打我 你就有可能也打到这个经国号 对不对 你自己看了办 牛逼啊 台湾这个空军教官这个脑灰鹿还是很厉害的啊 他把这个自己被包夹这件事说成是解放军空军害怕台湾的地空导弹部队啊 所以你看台湾人这种这种硬凹的这种思路啊这个还是值得我们学习的知道啊就是什么情况下不管什么情况下不管是自己这个优势也好劣势也好最后我自己哎怎么一转最后呢都得把自己转成台湾台湾 number one啊 那么对于ITF被包夹一事目前台军没有否认啊没有否认没有否认就等于承认了嘛对吧默认了嘛起码是仅表示涉及军事不予置评 自2月2自2月18号开始台湾亲绿媒体突然爆料啊2月10号也就是说大半年前解放军歼11战机越过海峡中线后一度开启火供雷达锁定台军F16战机 对于解放军锁定F16一事解放台军方面先是石口讽认后来又改口说确有此事 啊这个2月份的时候就是解放军空军越过中线不仅越过中线而且还开了火控雷达锁定台湾的F16 大家知道战斗机啊就是你的战斗机如果被别的战斗机锁定了就相当于别人拿枪对吧瞄准你而且把这个枪的扳机保险打开了 在这种情况下你的战斗机是可以收到信号的就你是知你是可以知道被别人锁定的啊 大家知道这个理论啊 所以说台湾空军的刚开始这个否认后来又承认啊承认自己闹啊承认自己怂 目前啊这个台湾空军花莲基地第五战斗机联队从早上7点到11点连续紧急升空三次之多创下花莲第五联队成军以来最多的记录 这个花莲基地除了警戒机及预备机以外全部升空啊说白了就是把这个家底都搬出来了 地面还不断有其他F16战机替补待命整个基地相当忙碌啊 看到没有如果这个人民解放军空军每天按照大概20架不是架次啊按照20架这个战斗机也好或者是轰炸机也好啊 这个数量越过海峡中线冲着这个台湾岛本岛飞的话要不了多久台湾空军就掏空了 就掏空了啊 这个无论是人员还是无论是这个他们这个这个地面的后勤部队包括战斗机的养护他都顾不过来了 因为战斗机升空对于战斗机的这个呃发动机寿命影响是很大的 发动机寿命一般只有几千个小时啊就要更换了 那么台湾的空军呃装备自己是造不出来的除了他那个所谓的经国号IDF 那个是他妈好几十年前的老掉牙的飞机那个也是仿造早最早期的F16A啊 啊那个型号设计制造的那个年代啊二三十年前IDF还是挺牛逼的 那个年代中国好像刚出歼8吧歼8好像也才刚出来 你看现在歼8歼8现在是不是都已经退到博物馆里去了 啊台湾那个IDF还在天空上飞呢 所以啊除了IDF其他的台湾空军的装备包括幻影包括F16啊这些烂七八糟的都是早期型号 而且他的后勤保障一直是成问题 那个幻影基本上属于那种就是摔一架少一架这种状态了 所以啊就像我说的如果说保持这种高强度解放军空军高强度的去骚扰台湾空军的话要不了多久台湾空军就就就就就空心化了啊就没有战斗机可飞了到时候这个飞行员也受不了啊对不对飞行员也受不了啊一天升空三次对吧你一天三班倒啊飞行员的工作可是高强度是需要这个呃 这个精神面对的精神压力也好或者说这个体能压力也好那是相当强的啊那可比在 比如说啊地理收卖的啊或者在钢厂练钢啊那比那还累 知道吧而且升空一次上次我不是跟大家说过吗升空一次台湾自己的统计一架战斗机升空一次就是几十万新台币 你算算 你这一天如果说解放军来20架你也升空20架 几十万乘以20啊几百万新台币就没了一天 啊一天就烧几百万甚至上千万的新台币这样烧你觉得台湾空军能烧多久 能烧多久再加上他这个战机的寿命再加上这个飞机的飞行飞机的这个飞行员 对吧这个不堪重负到时候要不了多久啊要不了多久没准这个台湾这个空军也好或者说其他的这个军种内部也好受不了这个压力没准滑变都有可能 知道吧好即便是他能够顶住这种啊升空的压力 这个是吧一肚子火啊对不对精神状态不好觉睡不好吃又吃不好对吧天天老婆打电话说怎么样了对吧那个安不安全啊 家里人有担心对不对啊也没空回家啊 这个这个情绪不好是吧万一手一抖 对不对把这导弹再发出去那不就是台湾空军是吧正式的打响了两岸空军的第一枪吗 正好给这个人民解放军空军创造了是吧反击反击的这个借口啊我们现在就在等你第一枪第一枪或者第一弹 知道吧但是呢很遗憾啊台湾军队这边呢已经下了严令了不允许开第一枪知道吧不允许开第一枪你看你上去驱离解放军你现在你反被解放军空军六架战斗机包夹 你说你多丢人丢不丢人啊这个被包夹的IDF这个这个飞行员啊你就应该学学我们当时这个抗美援朝啊王海同志那个精神向我开炮 懂吗你要朝着你们地空导弹部队高喊对不对向我开炮向我开炮我周围是六架解放军空军啊只要朝我这个发射这个把我炸成碎片光这碎片就能把这六架解放军这个呃战斗机啊损伤甚至击落对吧一比六啊一比六这个我们也是占光的嘛 因为你台湾空军飞机本来就少对不对你还不不不研究一些这个以少胜多的战术哎我觉得这是个好方法啊 到时候解放军空军员你可以严定严定这种 听到没有就是向我开炮战术啊一架飞机然后去这个一命抵N命你只有这种方法你才能有可能啊顶得住解放军对你的压力啊否则你这个一比一是吧一命抵一命的话你不行啊你差太远了这个更何况这个你的一命可能还能顶我们零点零点几命或者零点零几命 知道吧你这个这个不行所以啊啊台军像个男人知道吧像个男人呃这个我们天天几十架战斗机飞到你们头顶上啊在这种情况下你们都能忍啊你也是够够他妈怂的啊你既然已经是那个号称是吧你们的蔡总统啊已经说不具解放军的威胁啊让我们一切后果自负 那我们就想看一看到底是什么后果啊看我们能不能自负好不好你给我们一个这个让我们自己负担自己所酿的这个后果的机会啊请你们向我们开第一枪好不好台军啊不要再这个学缩头乌龟了啊已经骑到你脖子上拉屎撒尿了赶快像个男人啊我知道现在虽然说这个台湾军队啊 这个也没有这个叫什么他现在属于是那个四个月是吧四个月就是这个当兵这个周期就结束了所以也挺神奇啊也挺神奇但是我相信空军不可能有这么短的这个军旅生涯啊否则这个连战斗机都还没学会呢就该退役了卧槽这个就是太搞笑了啊总之呢台湾的草莓兵啊你们拿出点男人的那种感觉知道吧 包呱包呱包呱的感觉啊不要被包夹包夹好不好加油加油